最后要来整理一个大重点 就是除全席忘记 大家都非常期待 有6800亿的现金鼓励资金活水 等在后面 可是汉文老师 逛了一圈下来 除全席也已经经过了一两周的时间 其实有发现很多没有积极的 在做填席的动作 这是什么情况呢 对 其实从过去历史经验来看 7月跟8月加权指数上涨的几率是不低 尤其是过去10年 大概7月都可以有70%以上会上涨 所以填席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那7、8月份 其实大概有超过500家的公司出全席 大多数8成以上都 或7成以上都集中在7月份 所以7月中旬之后会陆续领席 所以刚刚看到那些资金的活水 很有可能在下半月会出现 那因为节目播出 那跟我们资料制作的关系 所以我只能抓到7月2号的收盘价 那就目前相况来看 就是以7月2号的收盘价来看 其实确实最近储蓄的 秒填的速度没有这么快 我有跟彦廷讲说如果每个人都改 不是每个人 每一家公司都改成一季配一季 像台积电这样的话 那可能秒填的速度就会很快 而且我现在有发现到一个新的操作 换股逻辑模式 我就不讲台积电 因为它没记处 我们看最近储蓄的 就是我以7月2号收盘价还未填捐席 但其实节目播出的时候很多都填捐席 像鸿海日月光中芯店 这已经填了 而且已经不知道填到哪去了 然后联电跟国泰金 国泰金也填了 你看我这个资料你就知道 原则上我是以7月2号做的 所以如果假设你可以在除息日的当天 去买进这些这五档比较属于中大型 我是特别挑中大型的 7月1号跟7月2号除息的股票非常的多 那大概50几档 所以我就挑这几档出来讲 其实你后面都赚到田权席的这个价差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几个 所以你是看好田权席的能力 你只是说速度可能没有原先 大家预期这么快 对 因为你一次配5块 一次配3块 有时候你的股 你不像台积电一次就 他3块钱600 就担担跳两档就田权席 现在跳一档就田权席了 对 所以他速度很快 而且你像现在就是有些大户 他有些投资人他会有税率的考量 因为你拿到现金股利的话 你可能就是分离客舍 或者跟你的这个所得是算在一起 那换个角度想 如果我是在除权席前一天卖掉 比如说7月1号除权席 我6月28号卖掉 然后7月1号 当然这个你就变赌一把 你要赌他不会马上秒田 然后后面才会慢慢田起来 这个就是一个观察 那你有没有观察出一个脉络说 有 有 有 太好了你看 你看鸿海 我们请导播看一下 鸿海就是有外资的卖盘 跟投信的卖盘在除权席 在最近当中 所以你看他的填权期速度到7月4号 就是我们录影前才出现 这样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看国泰金 2882国泰金就反过来了 有没有 外资跟投信 所以你如果要赌一把说 他会田 但是田的比较慢 为什么我讲赌一把 因为你如果在除权席前一天卖掉 第二天他就秒田了 那你也赚不到除权席的价差 对 你为了要想说不要增加税负的负担 可是你可能就失去了这个 可以赚到很快速田权席的机会 但这就是个人考量 不一定要做 所以就算你不慢 那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说 像国泰金我是不是 可能田的速度会比较快 那我就算了 万一我赌一把赌错了 或者是说我就是要抓这种 我不要去参加什么除权席 我就是把它全部像 我的50基档都抓好了 7月1号 我就一开盘我就看 好 没有田权期的有谁 外资买 投信买的有谁 那我觉得未来两三天 田就会比较快 那我就买这一档就好了 对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策略 所以我们刚刚给大家看 不是说红海不好 是说为什么他田这么迈 因为外资投信拉拉队 对 他没有买 他在卖 那为什么国泰金这么快 奇怪 没有什么消息 他第二天就田起来 第三天就田起来 因为外资投信在 这个就给大家做一个 选股上面 我刚刚讲新的换股操作的一个策略 也是这一次独有的新的操作 参与除权席的方式 是说如果可能不想 你干脆可以直接抓 还没有填权席的个股 也是一种方式 那你再去把他的外资投信 策略打出来看 如果他有开始在买的 那他后面的填席的几率 应该有比较高 而且是比较快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操作的话 也可以从这个方式来做下手